来源双风生活 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5年至2019年 被告人王成良 利用担任衡阳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 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 楼底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的职务便利 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在公司经营 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的人民币 约737万元 6万元港币 折合人民币共计742余万元 其中约384万元 细犯罪未遂 长期包庇杨学斯黑社会性质组织 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 纵容该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情节严重 检察机关提请 以受贿罪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追究王成良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王成良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制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 王成良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 认罪服法 接受法院的审判 庭审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曾被纪委通报 借贷收息受贿256万 公开履历显示 王成良自1984年9月 至1986年7月 在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学习 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从恒山县公安局杀权派出所干警 一路升迁至 恒阳市公安局副局长 常务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 楼底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 楼底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等职 至其被查 王成良在公安系统工作了35年 2021年5月 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 湖南省楼底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王成良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湖南省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10月 王成良被双开 湖南省纪委 监委通报称 王成良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金 违规办理特殊车牌号 和警区通行证 违反组织纪律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 违反连结纪律 通过民间借贷 获取大额回报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以赌博方式敛财 违反工作纪律 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2年4月24日 湖南省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三乡封记 通报了八起 湖南省纪委监委查处的 党员干部 借贷收息受贿典型案例 其中 王成良借贷收息受贿案 成为被通报的典型 上述通报称 2011年至2016年 王成良 必用担任衡阳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私营企业主杨某 在货币为某公安局特邀监督员 利用刑事手段 追讨迷失债务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 为私营企业主 宋某在竞派项目资产 逃避形式追溯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 为感谢王成良的帮助 杨某 宋某 与王成良 约定以借贷收息的方式 向王成良输送币 2011年至2016年 王成良以他人名义 借款给杨某 宋某 共计320万元 并收受杨某 宋某所送利息 共计256万余元 涉嫌受贿犯罪 此外 王成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1年11月 王成良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提供保护伞 曾受益干警 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 追讨债务 今年1月份 湖南省的三集电视专题片 凡府畅连永远在路上 第二集清除害群之马 剖析了王成良 李威等政法系统 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片中 王成良坦言 自己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 以管人者自居 觉得高人异等 因为有特权思想 王成良不但感受红包礼金 还通过放贷收息的方式收受贿赂 甚至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违法犯罪的保护伞 接受审查调查期间 王成良向组织坦白 自己明知杨学斯有违法犯罪行为 还推荐其担任 衡阳市公安局特邀监督员 并授益经侦 法治部门的干警 帮助杨追讨债务 东窗事发 王成良又通风报信 唆使杨学斯潜逃境外 被留之后 王成良最初非常抵触 后来在办案人员 耐心细致帮助教育下 态度才有所转变 主动交代了自己的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19年6月 衡阳警方公开征集杨学斯等人 违法犯罪线索 其中介绍 衡阳市公安局通过异地用警 破获了以杨学斯为首的犯罪集团 成功抓获杨学斯 朱培明等20余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 以杨学斯为首的犯罪团伙 涉嫌虚假诉讼 高利转贷 诬告陷害 妨害作证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等 多项违法犯罪行为 据中国检查网 2020年4月26日消息 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虚假诉讼罪 妨害作证罪 诬告陷害罪 非法拘禁罪 寻信滋事罪 开设赌场罪 骗取票据成对罪 对犯罪嫌疑人杨学斯 批准逮捕 据电视专题片 板斧畅连永远在路上 湖南恒南县人民法院 判决杨学斯犯11项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57年9个月 合并执行25年 并处收个人财产 纪监检察干部介绍 王成良在被留置以后 主动交代了自己 违纪违法问题